请问为什么一个人会反复长肿瘤呢? 我妈妈2013年长在甲状腺,良性 2015年长在手臂,良性 2017年长在幼乳房加淋巴结,恶性 现在又发现脑也长了 我已经反复看了几遍您的直播视频 也看了一些过去的讲座 已经完全了解与接受原始点的理念、原理 也觉得并不复杂 身为初学者,对于体伤痛点的位置 温敷的位置、推压的位置 还需要一些时间去理清 说明母亲的情况 希望您能够指导我如何处理 我可以边做边学 谢谢 母亲68岁 2017年确诊乳癌第三期 转移淋巴结多颗 手术后,手术后切除肿瘤 即感染淋巴结 2018年尾完成化疗 电疗 直至今日 体力上可以 如常行走 煮饭 吃喝 睡眠 都可以 目前情况 视力受阻 被黑影阻挡 发现脑瘤 1.5 乘1.9厘米 几十年来 头痛问题 膝盖痛 行动慢 怕冷 但是温热食物会头疼 请问 我应该怎么处理 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台北团队回答 1.疾病已衰老 经营提伤 及热能不足所致 会反复涨肿瘤 意识提伤 及热能不足所致 异常形态的肿瘤 肥症状 故不是疾病 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 是蜀果 也不是疾病的因 所以 不是医疗的主要目标 2.原始点医学 是通过观察症状 来诊断与治疗 首先 要变病情轻重 通过观察 有无体力虚弱的病症 若有 即为重病 若无 极为轻重症 患者目前 虽说体力 虽说体力尚可 但行动迟缓 怕冷 且之前经受 数据化疗 电疗 体质已经严重伤害 属轻微重病 建议 仍应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辅 具体处理上 可先于提伤位置 用温热水冲洗 或电热器 持续温敷 等皮肤温暖 再稍微用力将 姜粉或姜粉泥 做大面积涂抹 至干掉为止 如此 来回 两到三边 再用温热水冲洗后 以其他 外热源 如 电热吹风机 电热器 红豆袋等 温敷 或不进 温热水冲洗 直接用 其他 外热源 温敷 温敷后 再服务 按推 原始痛点 若按推 无法立即改善 因按推 换处痛点 即温敷换处 期间还要配合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及良好心态 如此 才能改善体伤 及热能不足 达到保密 及疗愈疾病的目的 三 果不生果 视力 头痛 及吸痛等病症 与肿瘤 并无直接因果关系 可先通过按推 相对应至原始痛点 头部 臀部 若有改善 则此疾病 是塌出体伤所致 若无法立即改善 则此疾病 是患出体伤所致 可在患出周围 找出压痛点 患出痛点 按推 再配合 热源温敷原始点 或患处 来改善病症 或靠自己 适量运动 如扶握车 衣布两接爬楼 头颈运动等 来改善体伤 四 使温热性食物 会头痛 有可能是头部有体伤 可通过按推 头部原始点 来改善 或是温热性食物 药性太强烈 患者无法承受 要先减低浓度 一患者能接受 瘟疫 使病情需要 再 灼量增加 请老师补充说明 其实他 志工的补充都不错了 但如果再简短一点 其实第三项 已经都把理论 跟实际怎么操作 都讲得很好 我们来看他第三项的回答 往上页 上一页而已 对 果不生果 就是 从果不生果这里来看 他的所有症状 跟肿瘤 没有因果关系 那 不管是症状也好 肿瘤也好 他的因 都是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所以 看你是要处理 是症状呢 还是要处理衰老的肿瘤呢 还是要找出 相对的因 也就是原始痛点 相对应的原始痛点 那这个部分就要 读者 你们提出问题来的时候 要多看视频 就像今天手法 比如说头部应该怎么按 那脊椎应该怎么按 这些视频 我相信对您的学习会有帮助的 那志工的回答 也都蛮详细 那第三项应该怎么按推 相对也都有提到 然后再配合乐园 我相信 对 您母亲的症状 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好我就回答到这里 好我就回答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